谢先生 以您的观察和分析 国民党终生代此时此刻去抛出改民议题 与所谓的改革能不能扯得上边 而且有评论认为 这是国民党内终生代 向所谓保守大佬全面摊牌 对此您怎么看呢 所谓的改民跟改革 是一点关系都没有 那至于是不是说 这个所谓的年轻的终生代 在跟所谓的大佬叫板的一个问题 我个人认为 这是一个路线之争 也就是说 这个终生代他们看到的是选票 但是国民党自己本身 也要考虑到一个问题 万一你真的做了一些改民 或者是一些路线的一个改变的事情之后 你可能新的选票 你没有争取到 但是你可能会流失 既有支持者的选票 这一点的的确确是 国民党现在要考虑的一个方向 毕竟大家都是 都想要胜选 但问题是说 你如何先固固你自己的基本牌 再扩大你这个 争取这个选票的一个支持 才是未来比较好的一个方向 要不然的话 你那样急救张 老是抛出一些 让人家瞧目结舌的一个议题的话 对国民党的形象来说也是不好的 毕竟现在国民党很多人都说改民这个不重要 重要的是说你国民党你的路线 你的论述 还有你怎么样让民众认同说 你国民党在立法机构的作为 对民众是有利的呢 至于改不改民这个问题 很多人也就认为说 这是一个假议题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议题已经提出来很多年 只是最近又被炒出来 因为之前的人也认为说 这个改民的敌体的确确是不需要 毕竟你中国国民党有自己的一个历史 你这个改民子呢 那你是要切断你过去的一个历史源源吗 还是说呢 你就是为了选票考量 你就不择手段 就想要达到只要选票 不要历史源源 这样对中国国民党来讲 他的形象也是一个一大伤害